Hello 大家好 我是莎姐 其實我今天錄了幾條片 都是講失業的 不過後來就算了 不錄了 因為錄得不太好 心情不太好 所以就算了 因為一講到失業 就令到自己的心情真的很淡 尤其是看到寫文年 工黨那些 有出來抽水 就說要在抗疫基金上 又要增加一個叫做失業援助金 其實我們有中緩制度 不需要 而且他的失業援助金 是令我覺得很憤怒 他根本就是想欺騙一些人 覺得他們是好人 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說因為被裁出來 因為工時不足 這個失業援助金 就可以補貼他拿六個月 又或者是一些戲院 現在變成沒什麼生意的 就要幫他支付八成的人工 那我自己覺得 那我做什麼這麼辛苦做事 其實還有很多 很多香港的市民 就是我們這些 是很努力地去做事 縱然我們的薪酬不高 但是我們都想靠我們自己一分力去賺的錢 我現在做的事情 都可能是一個人做幾份工的 對不對?我都是一個人做幾份工 我都有病 我都一個人做幾份工的 有些好像我這層樓的清潔姐姐 他們都很慘的 因為一直都請不到人 所以以前就是兩個人做一棟大廈 現在是一個人做五棟大廈 或者兩個人做五棟大廈 他們工作量加倍 但薪金沒有加過 但他們依然是努力地去工作 他們說的就是想讓失業的人多謝他 因為可能有些人失業 他可能很煩躁 現在有一個這樣的基金 那就很感謝他 但其實 對我們這些工作的人 其實不公平 還有救得多久呢? 即是經濟是這樣 救得多久呢? 你遲些黑暴又來了 黑暴一玩去 你想一下 他們都說黑暴六月會再來 你現在申請六個月 黑暴的時候 你一樣是沒有錢的 那怎麼辦呢? 你怎麼辦呢? 黑暴之後 你覺得你六個月都拿完了 那你怎麼生活呢?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解決黑暴這個問題 就不關疫情這個問題的事 疫情全世界都是會 我經常都說 天災這個東西 你不能避免 但人禍是有 現在擺明就是人禍 所以我跟大家看一個新聞 那就是說 黑暴強水彈 景三道直皮 未遇的 今天是東方日報的 那就是 小虎sir 那小虎sir 被示威者訂強水彈 就中了 在景三道直皮 就刊登了這個 小虎sir 那他當時 右手和背部多處受傷 而事發至今 余六個月 即大半年 小虎sir 接受了三次的大手術 但還未康復 七個月 大半年 余六個月 至今余六個月 即六個多月半年 都未康復 做了三次大手術 都未康復 那他 記回他 上年 十月一日 在屯門 執勤市 遭強水彈 襲擊 他說他當時 看著自己的皮膚 由淺白色 變成咖啡色 冒出水泡兼流血水 痛到發狂 然後他就進了醫院治療 因為他對麻醉藥反應晚 一般自己同樣都起不了作用 然後他 面對他的生活 好像說 去廁所 短短幾分鐘 他就要花大半個小時 而現在接受了 三個階段的直皮手術和治療 都未康復 你想一下 可能有些網友 他就跟我說 你不如說 說說多些事給小朋友聽 顧一下青年 第一 我17歲的群組 是沒有人看我的 對不起 可能我沒有這件事 所以沒有人看 就算18至25的群組 都是很少的 所以我主要群組 年紀大了 但我這次也說回 如果有年輕人看到 你就會看回 剛才我讀的那段 小虎時看著自己的皮膚 由白色 淺白色 變了深啡色 是甚麼感覺 還要霧出水泡 和流血水 你有沒有被沸騰過 你有沒有被煮辣過 我深信 他的情況是被背面辣 或者不小心烤到煮辣的煮 剛才煮辣的煮辣 是會更嚴重的 是嚴重幾倍 因為是否可以馬上起水泡 和流血 其實搶水蛋 就是一些很腐蝕性的液體 也是很超級的燒傷 你要想一下 搶水蛋 這次當然是扔中了小虎薯 但你要弄清楚水這件事 就不同為一些硬物 它是會到處淺的 例如你開著水龍頭 水都是到處淺的 那你怎知道 扔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 操縱得不好 是扔到自己 或者水淺出來 錄傷你 水沒有眼的 不像你執舊 保齡球 或者執舊什麼 你可以用有力 是實在的 它是那個體積就是那個體積 不是的 水是沒有眼的 那你怎知道 有個隔壁的一個 所謂同同兄弟 手續 扔強水蛋的時候 不心 那個質 鬆了 錄到你 可能受害的就是你 我希望大家真的想清楚 如果你是變成小副sir 你會怎樣呢 也都希望 家長真的好好地跟小朋友說 受傷 的痛 不是說你一時三刻就會不痛 是會很久的 莎姐滾水錄傷 當然沒有強水蛋那麼嚴重 滾水錄傷 但是我都用了十年 因為那時候小時候 我都用了十年時間才穩定 你想想 萬一你的小朋友 是玩這些遊戲 這個事實是刀劍無眼 這個事實 而不小心被香水彈 燙傷 或者 聽說真的不小心燙傷 那怎麼辦 就毀容了 你認為用香水彈 燙傷 到時候我去弄容 是可以弄得怎樣 就算你弄到容 你也一定不會弄得更漂亮 只是會 沒有那麼恐怖 另外就是 弄炸藥 汽油彈這些都是 你怎麼知道你弄的時候不會爆炸呢 你弄的時候爆炸 你炸得死 你就感恩了 你不是說我黑心 你炸得死是感恩 你炸不死 斷手斷腳 好像警察的實驗 250克的炸藥 一炸出來 那個公仔在裡面 是斷手斷腳的 脫手脫腳的 那怎麼辦呢 所以不是說炸得死更好 你炸不死脫脫腳的怎麼辦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作為家長 想一想 跟你的小朋友說 給他多些這樣的資訊 跟他們說 刀劍無眼 搶水無眼 炸藥無眼 你萬一不小心弄到自己 那怎麼辦呢 爆眼裡的事情 是大家看到的 誰弄到他這樣 不是他的兄弟手足 弄到他這樣 那現在怎麼辦呢 那個視力還可以剩下多少成 大家不像 所以大家想清楚 現在趁黑暴這件事 叫做 剩下一點 黃之鋒說 六月再來的時候 你真的想清楚 沒有再跟他們瘋 當然 如果你已經被警察調查 我也建議你 要是自首 要是做點證人 你要清楚 2.6噸的炸藥 為什麼會被人起到 是不是真的沒有人刀灰 醒目的那些已經在刀灰 還有你想想一下 Telegram 已經有一個群數 好 二萬個成員 就已經被警方棄了 黃之鋒的手機 也都解了密碼 那你們還怎樣呢 你不如趁現在 還沒殺到上你十門的時候 你乾脆 和警方合作 你將來 你將來求緩刑 或者什麼時候 你可能 還有機會 不需要坐牢 可以出國留學 你的前途還可以在 那這次就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珍惜你們自己的前途 你想不想 好像現在這樣 看到一群人失業 你父母失業的時候 你想不想好像他們這樣 天天蹲在那裡 你自己想清楚 OK 今次就說到這裡 好 拜拜